小姐 我叫你家小姐有急事 在家 玲珀 这个狼心在你身体里 多一天就多一分的危险 洗五刀 用真药 都是治标不治本的 只有规划狼心 才能够彻底解决 我都两次将你从死神手里救出来了 只要你这次信得过我 我也会为我毕生所学 护理周全 我知道 这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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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们认识的时间呢 并不是特别长 黎姨娘娘呢 也是一道高手 我说的句句都是真心话 绝对没有半点要害你的意思 不是 你们要是信不过我呀 黎姨娘 你给我来一副毒药 要是一个月之后 我没有将玲珑安全地带回来 我 一命想你 来 先生言之有理 为了狼族 也为了我自己 我已经决定归还狼心 方才正跟我娘试验抵御狼王能量的方法 扎着金针不便说话 还请先生见谅 我也是刚才看您的模样 快有趣的 不忍心打断你 娘 那 打扰了 等等 你刚才说的话 可是真心话 句句都是真心话 好 好 那我倒是有个提议 请诸位见证 自今日起 彌萨 便是我离家金针之术的入室弟子 师父在上 请受徒儿一拜 快起来吧 好 咱们哪 也没必要弄那么多繁文辱节 论医术 你并不在我之下 只是金针之法 抵御狼王能量更为对证 这一策针法 一策一点 是我以毕生心血写成 现在传给你 你 玲珑的性命安危 我也一并托付给你了 你咋定不辱世门 保护玲珑郡主平安 如今你是我徒弟 论起来 比玲珑也算是师兄妹 不如以后 就以兄妹相称吧 那先生以后就是我大哥了 大哥 是 是 师妹 大舅哥 多多关照啊 谁是你大舅哥啊 别碰我 我师妹还没嫁给你呢 我 对 你 我 在 你 是 你 是 你 你 是 你